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诚实稳重啊 这些都是我的一些 保一词的性格 贬义词我就不写了 然后我这些年主要对外部安全比较熟一些 然后在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做过 从事一些心机安全方面的工作 然后现在在蚂蚁金服做系统网络安全方面 总结一下说就是说因为我比较熟悉外部安全 所以我现在在做系统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议题啊 是因为我曾经找过很多 就是说上别人账号的漏洞 这我曾经在乌云上提就 这前些年嘛提及过一些漏洞 基本上算是说 包括了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各种 就是说你点击我就上我的账号 或者截止上账号漏洞 然后呢我总觉得说 找这些漏洞上别人账号上多了 对出来混准是要还的 虽然有一天我就良心发现 我说要不要让别人也上上我的账号 对吧 然后 然后我就喜新革命 然后我在我的生活中积极地 经常把我的一些训雷会员啊给别人 包括我的 欧罗加一个朋友 他喜欢上一个叫 汤不热的一个网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了 那个 那上面是一些分享一些网友的图片啊 视频的一些一个网站 上面有很多比较好的东西吧 然后 我那个朋友他上不了 他说你帮我弄 然后我就帮他弄完了 然后英文的他也看不到 我也帮他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呢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突然有一天又打开这账号一看 突然发现上面关注了好多精彩的账号 对我来说我就 对吧 我就收获了很多快乐的夜晚 就我什么都没干 我把我账号给别人上 我反而我得到了一些好处 这个东西 甚至有些样例 你们想可能有时候 比如你们帮你的一些长辈 或者朋友配一些 比如什么Apple ID的时候 苹果手续他不会用你帮他配 配了你的账号 可能你有一天你会发现 他的很多招片啊什么的 就同步到你这了 所以你从侧面想 他这个是一种 对我来说 作为我这个作为账号的运我方 我反而可能得到了一些好处 这就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攻击场景 今天可能主要就讲一些 关于账号在各种场景下 受害者登陆我 攻击的账号产生一些攻击吧 然后所以你细想 他的本质实际上 我刚才说了一些都是 对方知道上我账号 如果对方是不知情的 他可能就是说 他的一些照片 或者看那些东西都被我知道了 所以说受害者 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登陆攻击者账号的话 攻击者控制的账号 以及控制对这个账号内容的输入 包括受害者的环境 对这个账号的输入 这个交互可能会 对受害者行进一些攻击 比如说 盗取登陆品证 钓鱼 窃取隐私 对一些分空的污染 甚至诬陷 包括一些 A代码制人报用 他的身份 这个一会儿后面会有例子 今天主要讲这一块 当然大家也会说 对方也不会那么傻 会登陆你的账号 所以说 我们肯定是在用一些 偏攻击的方式 让他登陆我们的账号 最简单的就是 login C-SERF的漏洞 其实我们的大部分的 登陆的 这个请求 基本上都不会做 C-SERF防护 因为国内基本上做的 都是在用户登陆态下 会根据他这个绘画 给他种一个C-SERF token 或者在cookie里面 直接给一个随机数 所以一般这种是不会做的 然后这种不会做 就是对C-SERF漏洞 了解的话 就是知道 可能可以很简单 用个POSE的请求 就会去让他完成这个登陆 就他登陆你的账号 甚至说 有的比如使用什么 短信码的话 你都甚至可以让他来登陆 你可以自己在这边 先申请一个短信码 如果这方面 它防护不好的话 你再把这个密码 发到那个短信的码 放到请求 你让他完成登陆 都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 如果login表单 没有问题的话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 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人在完成登陆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在cookie里面 有一个比如session 或者是什么sid 类似于这种的 凭证的cookie 然后我们如果找到一个网站 有这样的一个 有些网站会有这样的一些 setcookie的接口 可能他只能控制key 或者控制value 或者有的甚至可以全部控制 有这样的 如果你找到这样 就可以直接给他 set一个你这边登陆好的一个 登陆他的cookie 直接给他让他登陆你的账号 甚至还有一些 前些年很多有 还有一些场景 关于一个叫 CRF的那种的 那个head头的那种漏洞 你也可以去 让他在response呢 完成对待了一个 setcookie的行为 然后还有 第三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 链接登陆凭证 这怎么说呢 就是说 有些子战 他可能是从那个 单点登陆 从那个sso 或者passport的那个 完成的单点登陆后 那个sso会给他 传递一个token 然后完成本域的这个登陆 然后我们可以 直接用这样的链接 把我们获取的这个token 直接发给他 让他完成这样的登陆 然后还有就是 现在经常看的一些 阿维码扫描 你也可以自己本地模拟 然后扫这个阿维码 他阿维码登陆的一个逻辑 就是我本地阿维码 然后去服务端问 问这个阿维码 有没有被那个 手机端扫描授权 一直问 问到授权了 然后服务端会给他返回一个 带着这种 凭证的一个链接 然后他再在本页就完成登陆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 本地模拟 直接拿到这个链接 发给对方去登陆 像这些请求 他都没有做一个叫 类似于此次的防护的 来源请求的交验 你只要直接给他发 基本上都可以完成 我看那些例子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完成登陆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说如果 这个网站的账号 自己的登陆 都没有 都没有如上的问题 但那可能有一个叫 第三方账号登陆 比如我登陆 不知道你这个站 比如说打个比方 一个叫小狗站 我登陆不了小狗站 但这个小狗站 可能它绑定了 有个 比如说微博登陆 我可以让它 先登陆我的微博账号 然后利用它这个 第三方登陆 这个交互请求 也可以实现它登陆 第三方正好登陆 然后实现 对它这个小狗站的 这个登陆 当然最后一种 最妥博的方法 当你一切都搞不定的时候 还有一个叫 社会共生学 你可以比如说 去他家 对吧 你跟他聊天 装着要跟他 请他吃饭 然后去他家 比如直接去 搞他浏览器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场景 包括什么浏览器 什么路由器 还有一些 智能人的家居的 一些设备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直接登 一般人他使用的时候 可能不会在 不会注意到这些设备 还会有一个叫 绑定账号的这个细节 如果对方登陆我们账号 所以我们现在看 它是哪些场景 我先大概列一下 就是说 你从受害者 攻击的维度 攻击者 其实当攻击者 控制一个账号 他可以控制的 就是说 我可以从这账号里面 读东西 以及写东西 甚至说 我曾经写的东西 这个东西 在你现在的页面 甚至比如 具有一个叫 CF-XSS 就是说 我写的内容 甚至有更大的一个 代码执行的权限 这后面一会儿 我也单独介绍 CF-XSS 这个漏洞 基本上 大家都认为 是个鸡肋的漏洞 然后呢 在受害者这一方 他的一些行为 跟我这个账号的交互 会有 各种各样的场景 最后会列出来 然后 第一种 就是说 我们登录那种 一般的 攻击者的 网站的账号 比如说 它的上网行为 什么叫上网行为呢 就是说 我用户 不知不觉 登录你攻击账号 比如说 一个搜索引擎 比如以前Google 出现过 一个漏洞 就是说 我让你 不知不觉 登录我的Google账号 然后呢 你可能不知道 一般人可能 不会去登录 这些账号 但他还正常 他登录了 攻击者账号以后 他天天还正常 使用去搜索 他的这些搜索记录呢 可能就会 被记下来 然后攻击者这一方 登录账号 就会看到 这个人的搜索记录 当然这个 不是很严重 但它也是一定程度上的 隐私泄露 包括现在很多网站的一些 视频网站的一些浏览记录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反过来想 如果攻击者 往里面写的内容 比如我空中账号 我产生一些 A搜索 然后我甚至就可以 就是说 你在用这个账号的时候 你在输入框里面 一输入的时候 那个 那个autocomplete 自动完成里面 就会推荐一些 我曾经 我攻击者 搜索的一些内容 可以达到一个 就是变相推荐内容的 一个 效果吧 那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 一些行为 可以产生钓鱼 比如说我 你可以通过邮件 引导用户 打开一个网站 比如说 我现在控制这个账号 是个 比如类似于 一个电商的网站 它有一块区域 是我用户可以 自己写简介的 但你可以把 攻击者 可以在上面 把简介什么的写的 特别像一个 官方的声明 然后你可能发邮件 诱导用户打开了 其实这时候 用户打开了 他也是看到是 官方合法的预 然后呢 看的内容呢 其实因为 不是他自己输入 他没有感觉嘛 但其实我攻击者输入 他可能以为 这是一个官方 出的一个通知 然后就被他这个诱导 继续下去做一些事情 当然我就随便 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内容 你攻击者 可以控制的时候 你可以去引导 用户的行为 包括这个交互 你可以产生一些 钓鱼啊 诈骗类的攻击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在 用户登陆我账号以后 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 他可能会有些输入的场景 比如说 我记得以前 PayPal好像有过 这样的案例 就是说 用户登陆了 攻击者的PayPal账号 然后呢 他在网上支付的时候 可能要他停凶卡 卡号 他不知道 当前的登陆卡号 是攻击者 他约了自己的 他就输入了 这个信用卡卡号 可能这个卡号 已经在攻击者 在攻击者自己那一段 可能就会看到 这个卡号 或者这个账号 已经拥有了 这个信用卡卡号的 支付权项 你包括 我可以同样是一些调游 发用户给邮件说 你中奖了 对吧 你赶紧来填一个收获地址 但其实用户 这时候打开 我的链接的时候 就已经登陆了 攻击者的账号了 然后他还输入了 一个收获地址 以为自己是中奖了 其实这个收获地址 攻击者也能看到 这个收获地址的 同类还有一些 比如说隐私 记事本类的 什么输入日程安排类的 你如果能欺骗他 去输入这些东西 也可能会 获取到对方的一些 敏感信息 刚才说的是 我们攻击者控制的账号 或者内容 跟受害者本人的一些交互 然后呢 这些内容除了跟他本人有交互 他还可能会跟一些 第三方网站有交互 第一种同样是说 第三方网站提交 攻击者读 第三方网站 这种案例比较少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第三方网站 可以理解 比如说一个叫 我作为一个子站 SSO站 现在给我传递了一个 就是我通过这个 单点登录以后 他给我传递了一个 凭证信息 现在一般比如都是 通过get传过来 在参数里面 直接加这么一个token 然后呢 现在有这种攻击方式 就是说我一个页面里面 比如签一个图片 我可以通过refer的方式 去读取到 当前这个页面的这个URL 但是呢 这个 但是这个站呢 这个内容 又不是你的控制 比如博客网站 那都是用户自己 才能发这些图片啊 内容 你又控制不了 那这时候我可以说 让对方登录我的账号 我的账号 我的内容 全是我自己发的图片 我可以定一些 第三方域的一些图片 然后呢 又引导他完成了 这个跟第三方的交互 传来的这个token值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refer 来读到这个值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 就是我攻击者 写被第三方使用 比如说一个其他站 要引用我 这个站一般 现在跨越引用 有的一些这种 接生P的形式 如果对方在这种 引用这个接生P的时候 处理 他有个XSS漏洞 但是呢 这个内容也 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是因为是 那个 用户账号里面产生的内容 但我们想控制的内容怎么办 同样让他登录我这个账号 然后我来写这个内容 可能就能完成一个 对第三方网站的一个 XSS的攻击 然后还有一种 这种场景就是 还有一种跟第三方交互的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网站的登录 都可以绑定个 第三方账号登录 这个第三方账号呢 就是说 同样我们用刚才那个叫 比如说小狗站 它可以绑定微博登录 那我可以说 让攻击者登录 先登录微博账号 然后呢 我再去 引导他 去自动完成这个绑定过程 当然这个绑定过程 会需要一些漏洞 来完成这个自动绑定 就是说 我可以让他先登录微博 然后去 下面会讲 就是说会 然后 一般的这个网站绑定 比如微博登录的请求 可能是这么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 一般来说 目前看 我看了很多 基本上都没有做这个 CSO防护 我在让那个受害者 登录了我的微博账号以后 我再去引导运户 来点击这个请求 让他访问 微一页面的这种形式 然后他就会完成 对这个 微博账号的自动绑定 其实他绑定的是 我攻击者的微博账号 然后对我攻击者来说 我就需要 登录 然后再去这个站 然后使用微博账号登录 就可以实现对他这个站的登录了 这个可能会需要 对这个OAOS的一些流程 包括对那个 第三方交互流程了解一点 可能会明白 这个要单说 可能要说很长时间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当然那个 让受害者自动完成 这个绑定微博的这个流程 也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说 那是一种最差的一个场景 很多站 其实他可能 在绑定的时候 他会强行让你再输 微博的用文密码 哪怕你微博当前 已经是登舞台 还会让你输用文密码 但是呢 微博那个授权页 它有个参数叫False Login 等于True or False 你可以控制 它是用密码登录 还是用当前的这个登录台 然后有些站 在刚才前面这个链接的时候 他也会把这个参数 放到前面这个链接里面 所以你可能就直接 引导用户再加这个参数 也有可能 其实他是要求你 强行再输用文密码 你可以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然后甚至有些 有些站的 他的这个 跟那个微博的 这个OAuth 这个交互完成以后 他的这个 callback的这个链接 他这个Stat 是没有交验的 因为OAuth那边 Stat的函数是说 是起个交验 类似于Cself的Token 就是说为了防止一些 攻击者直接拿着 绑定后的链接 去让用户访问 他可以有个Stat 来交验 交验就是说 这个请求是从我 这个原始的 站方发起 是一个合法的请求的 但是也有很多站 是没有做这Stat的交验的 那就甚至都不用 说我刚才用 前面那个复杂流程 直接给用户发一个 可能这样的请求 他就直接完成了 对你这个微博账号的绑定 然后还有些Stat的 交验是放在Cookie里面的 他这个也特别简单 同样你要如果找到 这样的StatCookie的借口 就可以直接去 伪造他这个Stat 一般好的Cself的Token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服务端生成的 有一些签名机制的 不是说简单的 就是说我靠一个Cookie里面的 一个值 就来进行交验 甚至有的 Otia有的站的 对Stat的存储形式 是把Value放在前面 Stat放在后面 这样对用户来说 都不需要找到StatCookie 你只要能找到一个功能 可以控制这个 写一个值 把Stat的这个值 写到任一个Cookie里面 你就可以用那个 Key的值 来当你这个 交验的这个Stat的值 但是说的有点乱 就是说 就是说他如果 这种用写到的方式 就会更简单 对工具来说 就根本就不用找到 一个StatCookie介绍 只要你能随便控制一个Cookie 比如说我搜索记录 或者是我一个 什么值 你找到任何一个 功能能控制这个值 就可以了 这个漏洞 我之前在乌云上 大概提过 我当时找了站 至少有一半的站 有这样的漏洞 然后提了 然后我现在 前段时间去看 基本上很多的站 都基本上没太修复好 或者修复的 还会有些问题 包括这里面 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说 其实OOS的这个绑定 它Stat是交验了一个 类似于交验了一个 叫防止C-SERF攻击的 但很多我们的使用方 在前面又包了一个 自己的页 包了一个类似于 另一样的页 如果你这个页不做 你中间 那个OOS帮你做的 这些C-SERF防护 再做也没有用 所以你在这个 最初始的这个请求 就要做这个C-SERF防护了 刚才说的是 跟第三方网站交互 可能产生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说 其实对方登录我的账号 跟我自己使用这个账号 如果比如发的内容 它区别在哪呢 就是说环境不同 对方的环境 跟我的环境 上网啊 上网环境 IP啊 浏览器 都是不同的 我们可能可以利用 对方的上网环境 去做一些别的突破 比如说有些 以前我看到有些战案 比如说 它会有些优惠活动 可能只针对员工的 或者是只针对某些 IP版面单的 那你自己比如抢这个优惠券 也总是抢不着 你可以说 让它登录你的账号 如果这个抢不着优惠券功能 在有一些基本的 像类似于C-SERV漏洞的话 你就会配合 让它帮你完成 这个抢不着优惠券啊 或者是一些 只能对方员工 或者他们在内网 才能实现的一些请求 然后还有就是说 到号后对溯源的干扰 就是说 如果 我作为一个攻击者 我到了一个号 然后呢 我到完后 我也不敢乱使用 因为对方可能 会根据一些登录日志啊 会查出你什么的 然后如果我想干扰 对方的这个 叫溯源吧 我就可以把这个账号 可能同时 比如在网上一个网页里面 这个攻击方式挂上去的时候 让成百上千的网友 都登录过这个账号 然后我也登录 这样你就混淆了 这个对方的这个溯源 这只是举个例子啊 可能 使用的场景不是很大 也不会有人这么干 然后还有一种 甚至就是 我想在网上恶意发题啊 我自己 不想利用自己身份 我可以让对方登录我的账号 然后再配合一些 C-SERV漏洞 或者是一些 别的漏洞 可以就是让对方来完成 直接发恶意帖 这样来隐藏自己的身份 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控制的内容 控制了受害者的 浏览器上的内容了 然后这个内容呢 它不仅仅是跟受害者本人 或者是一些网站的小伙 它还可能会被一些 厂 第三方的厂文因素看到 比如他的女友 是吧 警察 这怎么说呢 比如打比方 比如说你跟你 你跟你的同事同时 喜欢一个另外一个女同事 对吧 然后你这个同事追到了 然后你就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然后呢 你就想到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呢 让你的这个男同事 登录了你的账号 我又 我往上登录各种各样的账号 一些比如说发表的内容 微博各种各样的账号 然后呢 这个账号都是我控制的 上面都发一些乱七八糟的 很 很肮脏的内容 然后呢 我告诉这个女同事说 那个你不知道你的男友 其实你的男友是一个变态 是一个淫魔 对吧 然后 不信你去他家看 然后他女朋友 然后再去这个男同事家 我一天偷偷地 打开了他男友的这个浏览器 突然发现 他男友在这线站上发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 就会 基本上那个 基本上我们现在 如果我让你中个网页 控制你在很多站的发内容 你基本上平时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看的 而且现在大部分都用手机 对吧 像这种浏览器 基本上可能就工作用一下 然后就完了 当然这也打个比方 我觉得 甚至是说你 做得更 抢完女友以后 你这样做得更绝一点 怕他抢回来 你甚至可以诬陷他 说他发了一些恶意内容 去报警 甚至给警察看到 当然我只是为了 举着这种场景例子 我觉得正常的 找女友应该通过一些 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 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对吧 有钱的靠钱 有才华的靠才华 没钱没才华 可以像我一样 靠长相也可以 我知道现在已经中年发胖了 这几年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然后还有一种场景 就是说登陆关联账号 以前曾经有过一个邮箱 也是乌云上一个案例 就是邮箱里 因为一个人 可能在这个站有很多邮箱 然后这个站就为了用户方便 就说你可以同时 在一个邮箱 在绑定你这个站的另外一个账号 只可以同时管理两个邮箱 但是这个 在绑定另外一个账号 这个登录接口 有时候如果没有做一些 C4防护的话 我可以让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绑定了我的一个账号 这样的话 我可以就是说 我在登录我的账号 可以看到对方的邮箱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些站可以允许用户绑定一些 第三方账号 就不是本站的账号 这个两个站比如关系比较好 可以说 用户登陆你的绑定了 在绑定另外一站账号 可以实现互相的登录 就有点类似于这个 SSO这种单点登录的方式 同样也可以利用前面的 类似于刚才那个绑定计算账号 显示登录 如果它是要求直接输入用文密码的 也可以用类似于这种 C-SERV的 Login C-SERV的这种方式去攻击 这样其实就也就达到了一个 到号的效果 而且对方可能还不知道 绑定了你这个账号 然后我们除了这些网页端 我们再往上层再想一想 现在的很多浏览器 它都有一个账号的功能 类似于一个有的什么语音浏览器 而且这些账号 登录的账号以后 它会帮你同步一些收藏夹 你的访问记录 甚至有的是把你一些浏览器的配置 包括甚至你存的一些密码 现在有同步的 然后一般浏览器登录 应该是你在外部端 按理说不应该实现一个浏览器登录 但现在很多浏览器登录 为了交互的方便 或者是为了兼容一些第三方 现在一些浏览器登录 它也会支持一些第三方QQ 微博这些授权登录 它的这个交互流程 我看了一些案例 有的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实现伪造一些请求 直接让它在浏览器里面 去打开这个请求登录 然后就完成了那个浏览器登录的效果 一旦你这样控制它的浏览器以后 它的一些恶意的 这些 从读的角度 你可以看它的一些收藏夹 它的访问记录 从写的角度 你可以写一些恶意的插件 当然这个漏洞的细节 我就不许说 我为了准备 我看大概有十款浏览器 里面有一两款可以实现 然后其他的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别的方面漏洞 可以实现这个攻击 当然还有最统一种方式 我就是从它这个电脑前过去登录一下 因为很多人使用浏览器 不一定会绑了账号 你去帮它绑了 它都不一定能看出来 然后同理 还有现在Apple类的一些攻击场景 像一些 Apple的能力就更强了 它可以对你Apple本地存储的一些 比如照片 一些文件进行操作 可能会跟Apple一些交互 你如果能控制对方登录 比如网盘类的 什么基石本类的 你能控制对方登录你的转号 那它的一些隐私信息 包括图片 就可能会同步到你这边了 然后攻击方式 我看过 有些Apple现在会在 打开的WebView里面 你如果实现登录的话 它也会完成这个Apple的一个登录 它们是共享的一个存储凭证 这还有一些App 可能玩了一些 比如同公司的其他类产品的 一些互相登录 它会有些接口 有些那个scheme的这些接口 可以接受传递的这个凭证 只要你能引导 通过一些WebView链接 引导它打开这样的scheme 这些伪协议的链接 也有可能会塞给它一个凭证 完成你这个账号的登录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 后台配置类 有些管理后台 比如说它可以配一些FTP账号 或者一些 缓存的账号 那这些账号 其实它的 也就是输一个 用户名码的账号 它如果这个请求 没有做一些CCO防护的话 你如果又知道 它的功能点 比如说开源的软件 你知道这样的实现的细节 你可以给它发一个 这样的请求 它可能一个管理员 它绑定了你的一个 存储账号 它都不一定知道 它可能平时网站也正常用 它都其实用的是 你的一个远程的缓存服务器 但这些内容呢 都已经被你看到了 你可以读可以写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路由器 也实现了一些 云账号的管理 路由器的话 如果登陆账号 其实攻击的话 很有 从读的角度来看 比较有限 我可以读你的 上线的一些设备信息 然后从写的角度 可以改你的DNS 改DNS 这个是 JTDNS 这个危害比较大的 可以控制 然后读的这一块呢 其实危害是不大 知道一个 知道一个 比如说 你跟你女友 配置完了一个 买一个路由器 你给它配置你的云账号 你看它的这个 每天盯着它这个 叫上网中端信息 其实感觉 没有泄露什么东西 但你要想 如果有一天夜里 你刚刚睡觉的时候 又打开这个云账号看 突然看到 上面有个上网中端 比如叫什么 王小刚子iPhone 但你可能就会 有点疑惑了 你的女友家 为什么上线了一台 对吧 明显是男人名字的 一个iPhone 就是说 可能这个设备名 它不算意思 但它在特定场景下 可能会泄露了对方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或者背后的一些故事 当然有些人说 你这个场景 对我没有用 我是个技术男 我怎么可能会有女朋友 但在我们今天的案例 你有女朋友 你是刚从前面的同事 抢了一个女朋友过来的 同样就是说 你再往外围 再扩散一下 除了一段期 你还会 现在智能家居 也有很多 本来这智能家居 只能在内容使用了 但是大家还是为了 生活的一些方便 会让他用一些云账号 会把他这些信息 同步到云上 那比如说摄像头 你如果登录这个账号 你就可以远程地 看对方的内容 你包括现在 甚至一些体重秤 他都搞一个云账号 让你每天来观察 自己的一些体重的变化 一些给你推一些减肥的 一些训练计划什么的 同样是刚才那个逻辑 大家想就是说 你比如说 给女友买一个体重秤 帮他配了你账号 然后你每天看着 女友的体重 很高兴 对吧 看他一天天地在减肥 心想他为了我 什么付出 对吧 怕失去我 天天在那减肥 但你突然有一天发现 上面有个体重 是比如说80公斤 你想这个场景 你会不会觉得挺可怕 为什么在 早上七点的时候 有一个80公斤的 一个秤重的这个行为 当然这种 可能攻击起来 没那么简单了 要么就是通过像射工的方式 还有种就是 他会有一些 在绑定账号的 这个交互的流程 可能会有些漏洞接口 这块我没细看 但我用过一两个 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实现攻击的 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用户 攻击着账号一些普通内容 控制一些普通内容 如果我攻击着控制的账号 这个往里面写入的内容 如果再有一些更大的权限 比如说这个站渲染的时候 它还有一些XSS漏洞 这种没办法叫 一般来说 比如说一个 我们就来比如说收货地址内容框的 你要在收货地址的显示页 如果有一个XSS漏洞 这种XSS漏洞 一般我叫SafeXSS 就是说你只能自己登录以后 看到这个XSS 你是攻击不了别人的 那我如果想攻击别人 那只能说让对方登录我的账号 他们看到这个XSS 但这XSS你如果偷 像大家一般XSS 就会偷一个cookie 或者是操作这个账号的资源 那又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你的账号 所以你就发给对方 也没有意义 那但是呢 XSS它不仅仅是偷cookie 对吧 只是在大家现在主流这么使用的 它还可以干很多别的事 比如说操作流感器端的存储 包括一些通源策略 它可以攻击其他站 包括它可以实现一个钓鱼的效果 包括它还能偷一些 跟其他域交互 传过来的一些信息 一些敏感信息 当然这类攻击 也需要对方先登录我们的账号 然后讲一下 这个比较激烈的 SafeXSS可以实现那些攻击 SafeXSS我觉得在有些SRC 估计都不收的 要么DV甚至有的都不收的 但如果我这个SafeXSS 让对方登录了我的账号 它可以干嘛呢 比如说我 让它 比如a.website.com 有一个 让它登录我这个站 然后呢这个站有个SafeXSS 我就可以往 那个 website.com这个域下 可以种任意的cookie 如果正好有一个 b.website.com这个站 它有一个cookie上的XSS cookie的存储XSS 这样我配合起来使用 这整个流程串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 b.website.com下面的一个 类似于一个 反射性的一个跨站 这是我曾经在 QQ域那边找到过的一个安理 因为它那边的 WAF啊 对那么反射性跨站啊 都防护特别好 然后可能在一些 存储的上面 可能没有做防护 然后只能用一个 这么很复杂绕的方式 来实现一个 XSS攻击 然后同样你这XSS 还可以往前段 远远期存储 比如locust storage 这里面可以写一些东西 有些站在 locust storage使用上 没有区分用户 就是说我可以说 让它登录我的账号 往locust storage里面 写完东西以后 我再推出这个账号 然后用户自己登录的时候 它可能会从这个存储里面 可能会 这页面的某些功能 会显示这个存储的内容 但这个内容 是我曾经我控制的 也可以实现类似于一个 有钓鱼啊 甚至是一些 如果它渲染在有问题 我可能实现一些 XSS的攻击 然后还有很简单的 就是有个同源策略攻击 就是说我两个子站 同时往根据上 我们都设置了一个 document.domain 等于根据的话 我们可以是实现这个 互相那个JS的操作的 所以我有一个A站的 一个Self-XSS 我其实可以 可能会控制的 B站的一个XSS的 然后就是钓鱼 就是说我可能 也没有刚才的那些漏洞 还是冷气八糟的 我可以只是控制这个内容 让它不止别登录 这个登录我的账号 比如说对方登录账号 Self-XSS就给它弹一个框 告诉你什么密码危险 请修改 或者你的账号存在风险 请修改新的密码 然后对方 他不一定这时候会去看 什么右上角或者哪 这个登录的账号名是什么 他可能就会赶紧就修改了一个密码 其实这时候 你可能就会偷到密码 同样你可以再谈出一些内容 可以进行一些 类似于诈骗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 有个以前有 就在前段时间有部电影 就投号玩家 那里面几个小孩 就是偷了那个大BOSS的一个账号 知道他密码以后 进去以后 在游戏场里面修改了 那个大BOSS 退出 类似于退出登录后一个场景 其实那个大BOSS看到场景假的 不是真的 就他们就相当于 他们双方都使用了同一个账号进去 然后这边是把这个 他那个退出游戏的整个界面 什么全改了 让那个大BOSS以为自己被劫持了 然后把 那个内容我忘了 反正就实现了这种诈骗的效果 然后呢 Self XS还可以偷一些其他域 传过程序过来信息 我们就哈拉这个 SSO这个举例子 SSO一般来说 你从SSO实现单点登录以后 现在大部分也都会通过这种 GET的方式 你比如说 你给他发一个单列登录请求 说我要登录这个页 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登录了 然后他告诉你是登录了 然后给你传一个Ticket 如果从SSO域传过来 前提是对方也登录了 账号了 然后 但是他的SSO域 还是他自己本的账号 一般这种子战跟SSO域 这个凭证分开的 在这种程序 如而分开的 对方把他的 本人的账号 这个Ticket传过来了以后 如果直接通过 直接往你这个 有XSS页 这个目标 他直接给你传的 那你就可以很简单 通过一些 XSS去读 那个Location的方式去读 如果他是通过GS 有个中间页来收这个Ticket 然后最终再跳到你目标页 跳到你这个有XSS页面 但是他通过GS跳了 GS跳的话 你还是可以通过 读取refer方式 读到前面 从他这个login 这个中间页 把这个中间页 这个Ticket的这个参数 给读过了 你可以通过 那个XSS或许refer方式来读 然后还有种情况 是目前主流的 可能做的 觉得比较完善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传递过来 我通过我的中间页 收到Ticket以后 然后通过302 再跳到目标页 这个 感觉我们这时候 Self XSS 就没有一个时机 来获得的这个Ticket的值了 你不管通过 读当前页 因为当前页 已经没有这个Ticket了 包括你refer也读 不到 因为302跳转 它传递的是 前面的一个refer 不是中间 这个login的这个refer login也 这时候呢 我在以前的一个工具里面 我是这么做的 我是 你可以去在 用当前Self XSS 你在当前 种一个超长的Cookie 然后在 这时候 这时候在引用 iFrem 去来 引导它去 引导它去 那个发起 这个单点登录的请求 然后它这个单点登录 传给Ticket 到这个中间页 login页的时候 它在这一步就已经是 因为我们已经 往这个 域下 种了超长Cookie 大家如果知道 会知道有个叫 超长Cookie的拒绝服务 就你Cookie 太长 服务端 它会报错了 就是这个页面 它会加载失败 就它不会 它就 它就不会再去 到我的目标页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container windows location HIF 这个变量 能读到当前 这个iFrem 里面 这个URL页的内容 然后这种方式 还有好处 就是说 刚刚前单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偷了Ticket 如果有的 站它做了这种 Ticket的防重放 就你Ticket用完以后 对方用完以后 你即使用 你偷过来 你再用是失效的 然后这种方式偷的话 直接就是说 它这 因为它中间login login页 login页 它这个Ticket收完以后 它是没有使用的 因为它这个请求榜 就已经失败了 所以你这时候 偷给Ticket 还是有效的 所以说 就是从刚才这件案例 Self XSS 这种 鸡肋的漏洞 如果再配合 让对方登陆我的账号 其实它可以是 产生 很多攻击场景的 而不仅仅说 对一些什么 偷Cookie 或者操作资源 这种无效的 攻击 是没有用的 然后这就是我开始 放的那张图 就是说 你从不同的维度 你从写内容 到读内容 到你的内容 是不是有更大的 这种代码执行的能力 然后结合不同的场景 都会产生一些 不同场景下 一些攻击场景 然后 提这种攻击方式 并不是说 告诉大家 怎么去做些坏事情 就是说 这种方式 就是说 告诉大家 可能会有这种攻击方式 它是会带来一些危害的 而且这些 这个攻击方式 全都利用了一些 很小的漏洞 基本上这些漏洞 可是给我 我都可能没法给人家提 我不能说你一个login的表单 没做CSO防护 或者一些 你的这个页面 用get传输了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不好提 就是都一些很微小的漏洞 但这些漏洞 平时就是说 肯定要修的 因为它可以在 很多不同的漏洞组合下 它可能会 对应后产生一个大的威胁 还有就是 尽量在一些敏感的功能 或者是一些 包括我们右上角的 显示用户名那块 可能大家在醒 有些站在醒目一点 就是让用户知道 我在操作的时候 我当前登陆的 甚至是不是 我自己本人的账 然后就包括一些 CSO防护 包括登陆表单 甚至一些 刚才一些这种 跟SSO 跟第三方交互的 这些请求 包括甚至 退出登陆这样的请求 理论上都是要做一些 CSO防护的 甚至是 一些可能 不是外部场景的 什么APP端的这种的 就是别人给你传递过来 比如一个凭证 你一定要教育来源的 你如果 这其实就是安全里面 很重要一个 就基本要认证的原则 就是谁给你传个东西 要有个基本的认证 不管你是通过一些 密码 或者是一些 我觉得密码可能都不够 起码要基本的 我觉得一般认证来说 基本都要做一个 签名的认证 确认是对方发过来 不是对方发的 都有可能会被 某些攻击场景要使用 是对方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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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